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林静 今天要与你分享到的文章 63岁陈道明再度爆红 人活到极致 就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节制 一起来分享 人活着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活着 第二个层次体面地活着 第三个层次明白地活着 世人皆醉我独醒 醒得那个人往往是最难的 陈道明算是其中一位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在喧嚣混沌的名利场 陈道明有他自己的非常之明 什么是非常之明 陈道明说 我觉得节制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物质的释放 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 但是难的是节制 所以做人的最高意境是节制 而不是释放 知事故而不是故 出江湖而远江湖 节制二字早已贯穿 陈道明的人生哲学 节制是一种风骨 在现在的演艺圈 陈道明是一位公认的 有风骨的人 但少有人知道 他曾经的境遇 并不允许他任性 1955年 陈道明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 他知道自己的家庭成分 是一定要上山下乡的 但陈道明阴差阳错地考入了天津人意 不仅逃过了上山下乡 还成为了一名演员 在成名前 陈道明整整跑了七年的龙头 在天津人意的七年时间里 他这一场演匪兵 下一场演伪军 再下一场演特务 最后演八路 总之一句台词都没有 在这段时间里 一起跑龙套的那些人 有的改行 有的下海 有的破棺子破摔 却唯有陈道明 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 后来回忆这段时光 他说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能站在舞台前面说话 这是一个很光荣的存在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主角 也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光鲜亮丽 即便如此控制自己的欲望 一生只做这一件事 做到极致就是高级 哪怕是跑龙套 演员就是陈道明认定的这件事情 1978年陈道明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 这一考命运出现了转机 他不仅演技有了质的飞跃 也终于凭借末代皇帝中青年溥仪一绝 一炮而红 之后他又演了钱忠书的《围城》 连钱老本人都写信告诉他 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的放红剑 凭借这个角色 他成功地获得了精英奖最佳男主角奖 和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 成了家喻户晓男演员 来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 篇酬也越来越高 但他却一一拒绝了 剧本不行给再多钱我也不拍 如果没有合适的剧本 陈道明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 绝不会单纯地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一旦遇到好的剧本 他不仅自降片酬 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 我的片酬占了预算这么多 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 在汶川地震后不久 得知冯小刚要筹备唐山大地震时 陈道明主动找上了他 你要去拍地震 我免费去演 别人不理解陈道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 我不买飞机大炮 也不买航空母舰 我保证基本的生活质量 没那么多奢望 为什么说陈道明有风骨呢 懂节制才有风骨 演艺33年 他一直恪守着自己的个性和底线 这风骨就是克制了一个个欲望塑造的 所以冯小刚说 陈道明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 节制是一种享受 众所周知 陈道明是个淡薄且低调的人 但三十出头时迅速走红给他带来了 除了名利 也曾带来心态上的浮躁和轻狂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 不自重 自不量力 自以为是 无事比你能力更强的人 这就是狂 幸好在拍围城时 他结交了钱中书 从烦恼的片场去钱老家做客 老人家里没有录像机 电视机 也没有电话 唯一的电器是煎药的药锅子 钱老待客 杨将先生在看书 除了药锅子偶尔的扑扑声 几乎没有别的声音 陈道明在那种书香的氛围中 突然发觉自己贫乏 可怜 乃至丑陋 在文化的面前 学问面前 我觉得自己那点名气 连屁都不是 回家路上 陈道明回想起 自己这段时间过的生活 在外界的追捧和赞誉之下 如果再这样心浮气躁下去 会彻底成为一个浅薄无知的人 所以在他最火的时候 他躲起来了 后来在杨岚的采访里 陈道明说 我一上酒桌 应酬就是煎熬 尤其是一个人 到一个人喝醉了 一句话跟你说了四五遍 一张名片递给你八次时 你就会感到一种窝火 一种愤怒 特别烦 那平时的时候在干嘛呢 他说独处啊 现在社会在强调竞争 往往忽略和忘记了独处的美德 其实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 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 对于别人而言 都是毫无意义的 他越发认识到快乐与否 与外界无关 有一个洁净 从容 真我的精神世界 才能让一个人 活得百毒不侵 陈道明的哥哥陈道凯 说在天津老家时 陈道明从不看电视 他北京的家中 连有线电视都没装 书房里的床堆满了书 自己就睡在一堆书中 他爱读古典文学 家里书架上白了很多 书法也每天都练 写的一首好字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所以季献林曾说 陈道明的文学水平 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 年纪再大了一点之后 在家拿着毛笔抄写道德经 或凭记忆 画拍戏去过的地方 陈道明说 到了我这个年龄段 凭经验在演戏 说实话 现在真有些 钱驴技穷了 只有玩命读书 因为你知道的太少 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读书 用尽心机 不如静心做事 奉承巴结 也没必要 不必谁都去讨好 顺其自然就好 节制的人生 是种享受 节制是一种幸福 有句话说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但生活 终究活的还是自己 相比娱乐圈 其他人 陈道明特别恋家 他常说 男人就是要多在家里 待一待 如果晚上 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 也是一种时尚 1978年的夏天 陈道明认识了 妻子杜宪 许多人都说 杜宪能嫁给陈道明 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但陈道明本人却说 去到杜宪 是我三生有幸 彼时他还在天津人意 跑龙套 杜宪已经成为了 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 眼看着两人差距越来越大 他决定为爱一搏 这才考了中系 正如他自己 在诸多场合所说的那样 如果不认识杜宪 就不会去考中系 不上中系 就不会拍那么多电视剧 也就不会有 现在的陈道明 后来两人顺利成婚 结婚三十五年 没有红过脸 回忆起过去 两人恋爱史 曾经争吵的岁月 杜宪笑着说 那几年 我们把一生的嫁都吵完了 所以婚后才特别和谐 女儿出生后 陈道明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了自己的家人 女儿喜欢唐人 他就做唐人 女儿喜欢面人 他就捏面人 亲手给女儿 捣腾了许多小玩意儿 他也用自己的人生感悟 影响着女儿 不忘女成凤 只希望她健康快乐 我希望她第一身体好 第二要快乐 第三尽量有所成 但更要知道 自己是个凡人 是普通人 后来女儿长大了 出国读书 陈道明夫妻两人 最大的爱好就是 夫妻俩同坐窗下 她绣她的花草 她踩她的皮包 窗外落叶无声 屋内 时光静好 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 我们见过太多 以人设立足的演员 他们秀恩爱 秀性格 秀聪明 而人设 是世界上最不坚固的东西 它可能因为一次偷拍 一次修电脑 一段酒后的情不自禁 碎成渣渣 但人格却不一样 从没见过陈道明 标榜自己顾家 爱生活 然而 他确实是爱的 他不推杯幻展 也没有灯红酒绿 享受着柴米油盐里的 湿酒茶 便是幸福 节制是一种态度 前段时间 陈道明当选了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新闻一出 一向于喧嚣绝缘的陈道明 竟然登上了热搜榜首 无数人感慨 这或许是中国电影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因为在利益熏心的娱乐圈 陈道明就像一股清流 他总是耿直 坦荡 从不虚伪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无数明星 为玩票电影站台时 他说这不是电影 这叫抢钱 他不怕得罪任何人 形容现在的娱乐圈时 一针见血 这个行业就八个大字 对年轻人是四个大字 寡连贤齿 对年岁稍长的叫 为老不尊 越来越多明星称 压力大 借毒减压 陈道明说 谁没压力 你有老百姓压力大吗 你比老百姓挣得多 是会关注度高 非说有压力 也是想出名 想疯狂的压力 用压力解释吸毒 纯属借口 这就是没教养的表现 欲望的释放很容易 但节制却很难 也正因他说真话 说实话 许多人说他刻薄 难合作 说话难听 陈道明本人更是不解 自己究竟怪在哪了 一个演员拍戏迟到 不认真 不做功课 现场白谱 这叫不好合作 我拍戏从不迟到 我也没有因为台词不熟 半天过不去 戏的问题 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你演 我这叫好合作呀 许多人一定还记得去年 年初陈道明当众 爆粗口的事情 那天冯小刚 带着芳华的女主角 苗苗出席聚会 喝了几杯上头后 让苗苗跳舞助兴 旁边的人都在叫好 我有陈道明说 第一 人家丫头 作为演员 不便跳这个舞 其次 人家穿着高跟鞋呢 不方便 但旁边人继续戒酒其哄 一向温文尔雅的陈道明 突然站起来说 你他们没看过跳舞呀 在一众嗨过头的 油腻中年男人中 比起全场戒酒撒泼的人 为了尊重女性 维护晚辈 标出一句脏话的陈道明 才是真爷们 他无奈于世道 世道也无奈于他 我始终认为 人这一生 不一定要去做多少好事 只要不做坏事 就可让天下太平 这便是态度 节制是一种境界 什么是境界呢 用陈道明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一个严格 按照自己逻辑生活的人 这个逻辑不用设定 是习惯 我确实没有克制 克制是欲而不做 本来就不欲 也就不去做了 伦理学中曾说 人类最不能控制的 莫过于节制欲望 但这种对自然本能的 不断压抑 则会给人某种 优雅的气质 严格林谈及陈道明的气质是说 陈道明有三四十年代 知识分子的气质 身上有一种 可以让你产生距离的贵族气 有人说他清高孤傲 不近人情 却只看到他的清高 不懂他的清醒 他从业三十三年 只拍了三十多部电视剧 还抵不上一个 敬业明星三年的作品多 但他从小弹得一首好琴 后来又迷上画画 写字 下棋 毫无门派 不讲章法 自得其乐 他也爱做点手工 为女儿捣腾小玩意儿 为妻子缝制各种皮质包包 褪去演员的光环 他人生的底色 不过是回归清静 他和中国多数大爷一样 对外宣称戒烟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热爱麻将事业 只字摸不抓炮 邻居都说 他排品和人品一样好 在花甲之年 陈道明畅谈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不做无为之事 又何以前有牙之声 其实 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都没有什么用 亲情 爱情 兄弟 读书 音乐 清风 明月 但在我们人生灰暗时刻 给我们力量欲坚持的 往往 也是他们 做一些无用之事 越无用 越幸福 做一个节制之人 越节制 越幸福 好了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也祝你 每晚好梦 晚安 如果说 你是海上的烟火 我是浪花的泡沫 某一刻 你的光照亮了我 如果说 你是洋人的星河 耀眼的让人强哭 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 总在孤单时候 眺望夜空 我可以看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逐我梦游 我可以躺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紧迫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里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阳光紧落 便拥有 你是曲折 如果说 你是夏夜的迷惑 孩子们为你唱歌 那么我是想要换你的手 你看我 我能留下一个我 因为你有梦可做 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 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 我可以看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逐我梦游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里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大日旁逃 却依然相信彩虹 我可以看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逐我可以等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逐我梦游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里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大雨旁逃 记忆了相信彩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